假若你的周末这样度过 你会不会觉得很美妙 你住在装饰精美的别墅里 一切的物质需要应有尽有 这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食加酿 有触手可及的消遣娱乐 但不允许你与其他人沟通 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联系 除此之外 你几乎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样的周末滋味怎样 经过科学研究发现 没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孤独 大多数人会感觉自己完全和他人隔离了 这会让人极度紧张 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 这也是监狱用单独监禁来惩罚犯人的原因 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 如果长期没有与他人的紧密接触 会令人很痛苦 人类需要社会归属感 其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情侣关系的需要 归属需要时 我们与亲密之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变得必不可少 我们努力与情侣建立和维持亲密的关系 我们期待与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 那么 如何才能正确地处理好情侣关系 从而让我们在乎的人更爱我们呢 如果告诉你 有一本关于情侣关系的心理学书籍 能解答人们关于情侣关系的大部分困惑 修正人们对于爱情的片面或错误认知 并重塑了人们的爱情观 你想不想阅读呢 这本书就是 亲密关系 作者罗兰米勒 这本书并不像大多数关于情感的书籍那样 仅仅基于作者个人的经验 态度 观点阐述两性关系 而是引经据点 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调查与学术文章 以科学 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两性关系 书中的每个观点基本都是基于调查研究得出的 亲密关系 是一本关于情侣关系的心理学经典书籍 作者系统性 完整性 科学性地揭开了两性关系的秘密 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处理两性关系 亲密关系 首次总结了近40年来人 继关系科学的研究成果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颠覆人们认知的 关于情侣关系的新发现 1.产生吸引力的基础是对方的出现能给我们带来奖赏 假设你独自在图书馆看书 突然门被推开了 近来一位陌生异性 你突然有想认识他的冲动 这就是吸引力 吸引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来看 每向成功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是人际吸引 即吸引他人接近 人与人之间产生吸引力 最基本的假设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 影响吸引力的奖赏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与他人交往产生的直接奖赏 另一种是与他人交往有关的间接利益 直接奖赏指的是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显而易见的愉悦 如果他人对我们表现出兴趣和赞许 我们就会对这种关注和接纳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他人聪明又美丽 我们就能享受这些赏心悦目的个人体验 而如果他人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如金钱或地位 我们更会乐于与这样的人交往 多数情况下 别人能提供的直接奖赏越多 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强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你想增加自己对在乎的异性的吸引力 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你也可以表现出你对他的欣赏 你有意无意的一句赞美 都在增加你对他的吸引力 二 人们更容易喜欢身边的人 也就是距离近的人更容易产生吸引力 研究发现 空间上的邻近和人即吸引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大部分时候 当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时 这样的人即关系奖赏价值更高 为什么空间上的邻近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 答案之一是 如果他人在我们身边 我们很容易得到他们提供的各种奖赏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身边的伙伴比遥远的伙伴更有优势 比如远距离的伙伴交往消耗的金钱 和付出的努力导致交往成本更高 远距离的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 因而分居两地的情侣关系一般不如朝夕相伴的情侣关系令人满意 这就是很多异地的情侣关系 这就是很多异地的情侣关系或者夫妻关系往往会因为距离最终不欢而散的原因 三、美的就是好的 好的容貌更容易对别人有吸引力 这种共识具有跨种族的一致性 亚洲人、中南美洲人和美国黑人 白人对他们各自种族美丽女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女人如果有娃娃脸的特征 比如大眼睛、小鼻子、尖狭巴和丰满的双唇 就更有吸引力 这样的娃娃脸并不是要看上去有孩子气 而是要有女人味、青春可人、美丽的女人 结合了这些娃娃脸的特征和健康成熟的标志 诸如突出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和满面的笑容等 拥有这些特征的女子在全世界都是公认的美女 女性喜欢的男性的脸型是什么样的 调查发现 拥有结实下恶和宽阔前额的男性 看上去坚强而有主宰力 通常被认为是帅哥 比如乔治·克鲁尼 另一方面 如果通过电脑图像技术把普通男性的面孔 变得略为有点女性化和娃娃脸 这种女性化了的男面孔看上去热情又友好 而且也有吸引力 比如托贝·马奎尔 更值得一提的是 女性喜欢哪种男人脸型取决于他们的月经周期 当初在排卵前的受孕期 他们会觉得不修蝙蝠 具有男子气特征的面孔更吸引人 但其他时间则更喜欢青春型 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 对美丽的偏见还可能使人混淆容貌和才能 在职场中 贸美之人比一般长相的人工资更高 晋升更快 平均而言 与中等相貌之人相比 贸美的雇员多赚5% 而丑陋的雇员少赚9% 甚至在法庭上相貌好的人都会留下更好的印象 在德克萨斯周英犯轻罪而罚款的人中 相貌俱美的人比相貌一般的人罚的钱更少 4. 人们更容易喜欢跟我们相像的人 或许你听过 互补行的情侣更合适 但研究发现 如果能遇上和我们恰好相像的人 与我们有同样的背景 兴趣和品味 会更令人感到愉悦快乐 人际吸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相像 也就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 幸福的伴侣的相似性在各方面 都比随机选出的两个陌生人高很多 首先是年龄 性别 种族 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等的相像 其次是态度和价值观的相像 最后 伴侣们还可能有着相似的性格 为什么相像更具有吸引力 这是因为 遇见和我们相像的人通常令人心安 具有奖赏价值 发现他人与自己相像令人快慰 提醒我们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往往赞成那些与我们相像的人 毕竟他人与我们一致 所以经常留给我们一种聪明睿智 真诚善良的印象 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与他人有很多共同点 会期望彼此相处融洽 我们期望他们喜欢我们 这又使他们更讨人喜欢 我们不否认情侣的差异可能随着时间而减少 互补性的异性能弥补我们的不足 因此也具一定有吸引力 但研究表明 人们更容易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 5. 比较难得到的更具有吸引力 在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 研究者有时会观察到一种有趣的行为模式 叫做罗密欧与朱莉叶效应 父母越是干涉子女的恋爱自由 他们彼此之间就会越加相爱 这或许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关 父母的干涉对年轻恋人日益增加的狂热之爱 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6. 沟通中尊重和确认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甚至能让陷入绝境的亲密情侣关系起死回生 良好的沟通包括很多构成要素 有意识的努力传递清晰 直接的信息 认真倾听 即使出现真职人保持礼貌和克制等等 但最关键的要素却是明确地表现 我们对伴侣观点的关心和尊重 我们也期望能从亲密伴侣那里 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重 如果认为伴侣不尊重自己 就会滋生苦恼和憎恨 所以 对伴侣的确认 即承认他们观点的合理性 表达对他们立场的尊重 一直是亲密交往中值得拥有的目标 确认并不需要你一定与伴侣观点一致 即使与伴侣的观点相作 你也能对其观点表示适当的尊重和认可 7. 我们对亲密情侣关系的依赖 让亲密关系得以持续 我们在寻求以最小代价 获取能提供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 我们只会与那些能够提供足够奖赏的伴侣维持亲密关系 我们每个人对于亲密关系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一个期望水平 也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应当得到的奖赏值 这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 简单说 如果我们从小被父母用正确且充满爱意的养育着 那么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预期水平也同样如此 那么陷入虐恋 不健康亲密关系模式的可能性相对会小很多 而我们如果小时候被父母忽略 甚至虐待 那么长大后亲密关系中微弱的暖意都会被我们视为人生中的活种 放不下抛不开 越发深陷其中 在人际交往结果中 个人的期望水平就是一个参照点 这是测量我们对关系满意程度的标准 如果我们现在亲密关系的收益即将上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水平 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反之即使你的情况好于大多数人 你还是不会感到满意 决定亲密关系持续与否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代价理论 即评估一下如果没有现在的伴侣 我们认为自己会过得怎样 也就是如果我们抛弃目前的亲密关系 而转头可以选择的更好的伴侣或情境 所能得到的交往结果 这也就是我们可以容忍目前伴侣的最差结果 奖赏和代价对亲密关系的满足和稳定都有重要影响 要想亲密关系长久兴盛 需要给对方更多的奖赏而不是减少代价 八 女生并非比男生更容易极度 整体而言 男生和女生在极度的程度上不分伯重 但是极度的一感性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 当亲密关系中双方的适配价值不对等时 价值较低的一方更容易产生极度 因为在伴侣的周围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自己的适配价值更高的潜在追求者 这会让人感到自身能力不足 产生危机感 焦虑行一恋的人持续地担心恋人不再需要自己 因此在遇到潜在第三者时也很容易产生极度 而回避行依恋的人则不怎么感到极度 因为他们在遇到危机时通常倾向于直接放弃现有关系 九 女生更倾向于表达 男生更倾向于工具性 研究者发现 女生和好朋友们在一起 更容易自我表露 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 令自己不开心或者焦虑的事情 而男生和男生在一起 更喜欢一起参与一些活动 比如打篮球 打游戏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难道男生们都是石头吗 其实不然 只不过社会性的要求 要求男生们更加具有工具性而非表达性的性质 比如小男生们从小可能会听大人们说 你要学会洗车 如果你长大了自己也要学会开车 所以男生们习惯以完成某件事情来表达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男生喜欢某个女生 就愿意帮他做事情 比如女生生病了 他可能不会说石头安慰的话 但是会在厨房给女生做一顿好吃的 10 男女对性行为态度的差异 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 更是好与多个性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 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 也比女性更早的发生性关系 结果是 至少在短期内 能够并容易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对男人特别有吸引力 然而 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 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 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 放荡的女子是理想的伴侣 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 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 更看重性感 有魅力 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 但当选择有潜力的丈夫时 都把经济作为首选 男性看重长相 女性整室收入 随着社会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这种差异正在减小 十一 运用知觉的力量 培养高自尊 高自尊的人拥有质量更高的亲密关系 较高的自我评价意味着高自尊 高自尊的人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都会更加积极和宽容 同时也能收获他人积极宽容的评价 因为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当你对亲密关系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 通常要用五倍的好事去弥补 而且 低自尊的人常常会小题大做 会敏感地觉得对方对自己的排斥 从而破坏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自卑的人有时低估伴侣对他们的爱 他们脆弱 敏感 多疑 很难相信伴侣真的 深深地爱着自己 结果 他们往往对爱情能否持续不乐观 当亲密关系出现挫折时 自信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 努力修复亲密关系 自卑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 乱搞一通 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 结果 自卑的人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 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 相信之下 自信的人对同样的小科半完全不以为意 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正面评价 十二 爱情最终会从浪漫之爱变成相伴之爱 浪漫激情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及幻想 兴起和唤醒 一般都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减弱 所以浪漫的爱情亦会日渐消退 促使人们结婚的爱情和使人们数十年厮守在一起的爱情并不一样 随着我们变老 激情会消退 但亲密和承诺都会增强 因此 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未稳定 能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出许多相伴之爱 这样的人也常常活得很快乐 虽然相伴之爱不依赖于激情 身处相伴之爱的人仍会感到非常满足 并且因为亲密和激情存在相关 夫妻成为好朋友也有助于维持激情 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爱情策略 享受激情 但不要把它作为维持爱情关系的基础 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谊 努力保持新鲜感 把握住每一个与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 如果对爱人急迫的欲望渐渐演变为平静而深厚的情感 不要觉得奇怪或失望 这种幸福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成为幸运的爱人 在学习完亲密关系的现代科学之后 希望我们都能训练有素的创造 理解和管理成功 幸福 持久和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 也希望我们能明智地选择伴侣 并且能细心周到地呵护和保养我们自己的伴侣关系 从而建立并维持永远让我们满足的亲密关系 毕竟 有些亲密关系是非常成功 比如 作者罗兰米勒研究了100对婚龄持续了45年的满意夫妻 当他们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时 他们的回答是 他们真是婚姻 并认为婚姻是长期的承诺和忠诚 幽默感非常有益于婚姻 他们非常相似 在大部分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真正地喜欢自己的配偶 喜欢与配偶共度美好时光 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的伴侣关系 拥有这样的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